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五回合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甲方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和就是越方 今天對賽相關的學校 甲方是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越方是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宗紀念中學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幫我們做專業的評審工作 以評判名單次序 第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湯子傑先生 第二位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謝宇軒先生 最後一位拔稅女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莊建生老師 謝謝三位 接著介紹一下雙方八位的台上辯論 馬利諾修院中學部主辯黃曉盈同學 一副鄭惠雅同學 一副鄭惠雅同學 二副林考文同學 最後結辯陳許穎同學 最後結辯陳許穎同學 甲方是不是有問題 是的 不好意思 我想你們二副和結辯的名字可能搞錯了 因為我們結辯是林考文二副陳許穎 謝謝 好的沒有問題 所以二副是陳許穎同學 結辯林考文同學 接下來是介紹越方百周年的同學 主辯榮雅林同學 一副何安妮同學 二副方淑堯同學 最後結辯是戴俊哲同學 好 簡單說一下今天的比賽 將會是主辯 接著有台上發文 接著有一副二副台下發文 最後是結辯 總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基本上是四三三四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會有叮一響提示 大家明白 Zoom的情況下叮的鐘聲可能會沒有了 我會用我的人慾這樣說一聲叮 另外會儘量展示出這個黃色的一字 到發言時間結束的時候會有叮叮兩響提示 也會儘量展示出這個紅色的紙牌 大家請記住一定要自己留意螢光幕 我們不會接受技術故障的問題 作為超時的辯解 其他賽規大家都打了五輪比賽 應該大概知道 就著今場即將開始的比賽 大家有特別的問題想查詢? 蔡sir 好,來 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場評判的主席 我有一點事情要你幫幫忙 我可不可以 我現在打私人電話給你,不好意思 好,謝謝 另一場比賽有些問題出現了 等我一會兒 你有很多了嗎?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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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贫乱利弊之后值得与否 就可以证明这个元宇宙是福 但事实上有方要证明元宇宙是福的话 就一定要证明发展元宇宙可以帮助人类和社会文明被过重大危难 或者有凌教性的得益 然而有方刚刚所说的理处其实根本称不上是福 究竟怎样帮助人类和社会被过重大危难 又怎样带来凌教性的得益 其实根本两个都做不到 称有方行为辩元为我解答 今天有方都提到沉浸式体验 但有方只是在这个沉浸式体验的享受 但却挫折了背后的危机 事实上要证明发展元宇宙是福是福 就要由三个层面出发 行量发展元宇宙会否对人类种族和社会文明 带来难以避免的危机 而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要促成元宇宙的发展 就必须要透过虚拟实景 扩充实景、混合实景等的技术支持 透过提供沉浸式体验和创造虚拟分身 故事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 发展元宇宙会带来两大危机 分别是社会个人安全危机 和凝治上面的危机 先看社会个人安全危机 发展元宇宙构建虚拟世界 势必就要被这些用家穿搭上具有感测器的AR、VR装置 刚好数位智能风险顾问公司 董事总经理 谢军杂表示 官家的表情 新闻辨识特的所有的互动行为 例如在交谈对象等等的资料 全数都会被元宇宙记录 你说这些语气、斩眼的速度 所有资讯都掌握在元宇宙公司手中 一览无为 有方理由如何确保你的私隐不被泄漏呢 不法分子入侵元宇宙 蝕取换家的个人资料 再利用深度、偽造、技术等进行犯罪 换家就等于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 再看认知危机 元宇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于虚構分身和沉浸式体验人的身份认知 建立自我 是建议于青少年期的发展 然而美国心理学会首席科学官米奇·普林斯坦 表示 在虚拟世界里使用和现实世界自己不同的三维数字发生 对于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 由于这些虚構发生会受到不同人的评论 青少年的身份认知会因而遭到混咬 组成身份认知缺漏 在右方眼中青少年发展受害是否就是人类之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庄州梦蝶的故事 庄州发梦 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醒来之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变成了庄子的蝴蝶 还是在梦中里变成蝴蝶的庄子 现在暖争的沉浸式体验 就等于将所有人处于庄州梦蝶的迷茫里面 根本分不清自己究竟在现实还是虚拟世界 站远一点看 元宇宙的本质是创造分身 而有科学自不提 为人提供全身感官体验和逃避见识的途径 故事从本质层面来看 发展元宇宙将它带来人生意义上的危机和文明危机 看人生意义危机 当元宇宙可以为人带来全身感官体验人的理性和精神需求 将它被感官感受所取代 逐渐忽蝕虚娱以外的所有东西 演义逃避烟室任由问题恶化 更加会引致文明危机 文明进步建基于人的不断思考和运动问题 当元宇宙令人落不思熟 逃避现实没有人在元宇解决问题 最终就只会令文明退步 说到最后元宇宙需要运作和执行 而从运作的层面来看 发展元宇宙会带来全新的专权统治阶级危机 元宇宙是由科技公司营运 那些丑闻前身诸多问题的科技公司 对元宇宙有绝对抗争择 它们支配着你的人生 有方你又怎样反抗呢? 最后想请问有方以上三大层面 五大危机的发展 元宇宙怎样解决 当发展元宇宙没有白帮助人类 社会避免重大危难的时候 以后亦无凌鸽性得益何以为福呢? 多谢各位 4分09秒无需扣分 接下来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首先请隔方提出一位辩元 向元宇宙主辩提问 无论是发问、准备或回答 都是有一分钟时间 在每个一分钟完结前的15秒 我亦都会以丁一响作为提示 好,首先有请隔方自由派出台上 请隔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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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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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的是有很多今天有方提出的弊处 并不是完全凌鸽性于我方的利主 在这个时候有方根本没有办法去反对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反对我方的变题的时候 所以用这个比较的手法 所以我方才去定义究竟是福还是禍 而今天有方就跟我们讲了 他们的标准是帮助文明和解决重大的难题 首先我方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方所提出的 不是帮助文明和解决重大的难题 所以麻烦有方去告诉我们 首先为什么你们的标准是这样 还有为什么我方今天所讲的 是并不符合你的标准呢 多谢各位 好 接下来一分钟准备 好 接下来 ヒ联kie 请岳方派出代表回答 你好,主席,我们这边可能会有点责音 因为附近在装修 OK,我们暂时听不到的 可能你们现场感受大一点 可能那个麦克服未必收到附近的声音 好,请发言的同学说一两句听清楚音量 试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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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 好,听得很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叮 有方同学的标准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因为有方只是贫量利弊 因为福和利弊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 例如我做温冬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有利,也是值得的 但对于是否真的算得上一个福呢? 不是的 有方说为什么有方你们所说的地处并不合我方的标准 就是因为根本首先你所说的例如是 你所说的例如是 从令到那些科学家去重生那些 根本上是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 逃避一个人类的重大危难 更加根本上是没有凌价性的利益 再说其实有方今天所说的利处背后 实际上是存在一些更大的危机 而这些危机就直接令到 好,请停止发言 接着轮到远方 自由派出一位辩元 向甲方的主辩题 试咪试咪,听听不听清楚 好,非常清楚 你现在可以开始 叮 讲元宇宙 META是其中一个元宇宙 但然而META潜伙很多 包括什么呢 劍橋分析事件 他已经承认了盗取了8700万人的用户個人资料 接着在2021年2月的时候 又再承认了违反了伊利洛伊州的 生物特征信息私隐法 是洩漏了超过160万名用户的生物特征科技 想问回有一位同学 这个在你眼中是否一个危害呢 一个元宇宙保障不到他的私隐的时候 甚至是危害他的个人安全 请问有方眼中 这个是否属于祸害呢 以及在你的标准里面 有方所说的利弊去衡量 究竟是否在有方眼中 为了一个文明永生 和科研发展 使用者的个人安全 都可以值得牺牲呢 在眼中有方是值得去做的 多谢各位 好,一分钟夹方准备 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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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叮 entry 好,请甘方带出篇源回答 应该主便 请甘方主便回答 试咪试咪 好 清楚的 你现在可以开始 叮 首先多谢有分头的问题 今天有方跟我所谓我方提出的标准就是人类文明和重大难题 而这件事正是套用在我方今天所说的两个论点里面 人类文明就是刚才我方在主面所说的 将伟人的思绪去摆上原语就读 让我们来推考它以后的思维方式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为人类提高很大的文明进步 而第二个就是重大难题 请问有分头是否觉得现在我们人类可能需要找一个新的星球的时候 即是火星的时候 而要去火星模拟这个状况的时候 不算是一个重大难题呢? 有分头想每一次要研究火星等等的时候 就想派一个宇航员过去那边 不是的 所以有分头想这个不是一个重大难题 有分头想跟我所谓的那些 知道的思维问题 首先第一 Meta并不是唯一一个元宇宙 所以有分头想担心 你可以不去这个元宇宙 好 请停止发言 谢谢各位 好 接着回到隔方第一副面 隔方第一副面 我发现的是 我们为什么要专门 就是 这还不吻 有分头 阿尔 我可以 有分头是 不是 用头是 是甚麼問題BS 非常清楚 你現在可以開始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這個行論辯題的標準跟我們算是無意的 他們說要證明元宇宙是福的話 就是元宇宙可以推動出文明避窩危 其實不是正正是我主緯体從シ?" 但其實有方西說話其實是很矛盾的 他們說元宇宙是窩就有兩個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个人资料是会被收集的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条款可以去禁止科技巨头 任意收集个人资料的 就好像欧盟因为元宇宙所以制定了GDPR 要求科技公司他们在采纳用户的数据之前是要得到使用者的同意 除此之外,欧盟也更新了通用数据的条例 而美国也针对网络使用和CN的法律去作出更新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元宇宙还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因为他需要有更多的法律去保护他 然后做好更多私隐的条款 而第二,有方就跟我们说元宇宙会有一个虚幻分不清楚 让他们认知身份有问题而逃避现实 其实我帮我承认元宇宙某些使用者可能会沉迷 但每一件事其实有反效果 食药、做手术,甚至乎有方所说的做运动等等 其实也是会有反效果 但是这个问题不在于元宇宙他们怎样 而是使用者如何去使用的问题 今天有方就说元宇宙有些反效果 然后就说它是一个和 今天你也要说做运动是一个和 因为它会有反效果 其实我们看到刚刚有方就反对我们说 为什么元宇宙不能推动到文明发展 其实不是的 我们看到飞茅尼机构2045Initiative的创办人之一 俄罗斯富商Dmitry Iskov 他说过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科技 可以令到人类有一天透过上传他们的意识去到虚拟世界 令到人类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得到永生 就好像我们上传一些伟人 爱因斯坦 甚至是控制他们的意识 放在元宇宙里面 就可以令到他们继续做他们的研究 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还可以手把手地去教学人 为什么不是一种推动文明的表现呢 而另外我们说推动文明是可以 带领他们去逃避社会的危机 我们看到它推动科研发展那方面是真的做到的 在医学方面要训练空康次村手术 在以前是没办法真真正正的模拟做手术的情况 但是现在有了AR、VR这些技术 就可以令到他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深度的还原手术和整个教学的次村流程 就可以令到他们不停地练 又减少了他们失败的机率 提高做手术的增长程度 所以可以令到他们在科研上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而当科研看到在发展元宇宙的时候 可以令到人类债来长远的利益 就算有利处 其实它依然有弊处 它依然可以解决 那是值得发展 所以发展元宇宙就是人类之福 多谢各位 好 2分53秒 没有超时 不好意思 曾经有少少技术 故障一下一开始 好 现在有请岳方第一副别 请你一会儿讲的时候尽量大声一点点 好 你有三分钟时间 两分半钟的时候 会有叮响提醒 你现在可以开始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带着虚然实惊的眼镜 欣赏者在元宇宙中创建出来的乌托邦 但是梦始终要醒 我帮有方脱下这几副眼镜 正是真正的元宇宙 第一副看错变题 今天有方和我的标准只是理处 吸不上变题当中所谓的福 但其实有方和我两者是有分别的 因为它的工具是不同层次 谁知道福呢 我方开边已经纠正有光了 所谓福 要是帮助人类比过重大危 要是带来凌价性的得益 但是有方还是不肯脱下第二副眼镜 不看标准 有方和我所说的东西 怎样符合以上标准 有方和我答不了 就算退一晚步来说 就讲有方和所谓的利处 也要脱下有方第三副眼镜 看错利处 首先有方和我说 愿意就可以令委任永生 首先有方和我请说 如何受恨 和这件事是否真的可能 人去世之后 意识是否真的可以继续存在 甚至继续思考 其实这些只是数据和人工智能 透过摸索为人的记忆 模仿他们的思维模式 所创出出来的东西 所谓永生 其实是假的 有方和我的推动发展 就算实现了 是不是都只是人工智能的功务 而不是关于元宇宙的事 有方和我又说可以降低现实风险 首先有方和我所应用 是比较局限 并不是应用在传人身上 再说 有方和我 在元宇宙中 可能在元宇宙中 无疑一些东西 例如医疗手术 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因为可能人在元宇宙中 你做过很多次的手术 你认为自己已经熟练 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但是分类了现实生活和元宇宙是不同的 元宇宙可以创建一个舒适的安全环境 但现实生活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到自己失败 所以就会带来反效果 其实就算用有分寒的标准 去看利弊比较是否值得 而我们的代价是无可避免的凌价性危机 对比有分寒利不成利的利处 究竟是哪里值得 其实元宇宙就好像一粒唐衣独脚 有方为表面那层唐衣着米 不是我方提出的在唐衣之下 难以避免的危机 我方开辨的技术方面 其实有方都心知肚明 尋证式体验等等的技术 大于的是安全和减致危机 现在再讲本质层面 第一 其实有方和我也知道 元宇宙是支配感官 但有方看不到元宇宙有化的人生意义危机 在元宇宙你可以尽情体验最真实的感官享受 喜好玩乐全部都脱手可得 那么多享受是你的招手 你想不想离开元宇宙的怀抱呢? 人生有什么目标? 人人一要存在 这些问题在元宇宙通通都不用思考 因为享乐中欲就是最开心的 在元宇宙享受生活就行了 他想人生这么麻烦 用什么想这么多 有知人就会失去独立私有的能力 只会沉溺在元宇宙带来的快乐方中 第二 元宇宙另外的本质是分身 但有方可能就看不到它带来的文明危机 其实只要有方想深一层 就会见到元宇宙灯红走路的幻象之下 在一条逃避现实的途径 现实兵风马乱 买入去安稳的元宇宙 是什么追求现实的和平呢? 现实资源短缺 买入去元宇宙虚构资源拿来用 是什么致散资源呢? 元宇宙里面的世界那么美好 有多少人想回去深不游的现实呢? 大多数人都是元宇宙最重要的事 想解决现实问题文明又怎么进步呢? 有方和我左方在文明方面的推动 是否吸得上我们宇宙令文明的毁灭呢? 最后请有方和我回答我方开别问题 多谢各位 好 3分14秒 没有超市 好 接着下来是隔方第二副面 我会听得清不清楚 谢谢 庆祖问 听不清楚 是清楚的,你現在可以開始 各位大家好,何謂人類之福和人類之禍貫穿了今天雙方討論的重點 凡事都有利弊,行量過值得的才是人類之福 相反不值得的就是人類之禍 我們經常都會從老人家的口中聽到 我有這個兒子和女兒是我一生的福氣 之所以他們認為有兒子是他一生之福 正正因為老人家認為就算是十月懷胎,辛辛苦苦的養育子女 到最後那些子女懂得孝順,為老人家帶來無價的心靈滋潤 回報性於所付出的代價,老人家就覺得這是福 好方向今天這條辯題到,我們當見到原宇宙這麼多的壞處 這麼多好處的時候,有一方就論證為何一方的壞處是靈界 一方的辯題先食蠟 你看看今天一方來到義父的環境 我們不難發現今天一方的反對辯題 只是基於一個假設 就是基於原宇宙永遠都是美好 而這個美好是一個問題,是人類之禍 看看為什麼這是一個謀誤 首先第一,一方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原宇宙裡面所有美好是一個問題 如果有些人在現世界中受到很多難題,受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可以享受自己 為什麼他不可以有一刻的時間在原宇宙裡面享受自己 那個美好的人生,再回到現世界的時候才受苦呢 有方沒有解釋過為什麼這是人類之禍 再看看,其實今天有一班同學是反對著虛擬世界本身 反對著互聯網,反對著一切虛擬的東西 有方覺得只要人類進入虛擬世界就永遠都逃避不了出來 例如現在人人上網打遊戲,我們看到新聞都會說 他們沉迷於網絡世界,沉迷於上網 究竟有方覺得發展互聯網是不是人類之禍呢? 如果有方覺得發展互聯網是人類之禍 人類現在是不是應該回去原子世界 不應該做任何的科技,不應該做任何的科研呢? 一時今日有方是說不過去的 有方沒有解釋過為什麼虛擬世界本身就是一個禍處 也沒有解釋過為什麼人類享受美好是一個禍處 再者其實今天有方質疑 究竟我方所說的繼續延續毀人的毀人 是否能夠真實去做到的呢? 就是我們看到馬斯克希望可以把腦機連接 並用在慣有傳染者,把損傷的癱瘋人類身上 為他提供正常生活的解決辦法 我們看到通過腦機接口是可以實現所謂的永生 只要通過跟大腦連接就可以實現對周圍世界的感知 同時也可以互體推移世界中身體不再重要 只要有腦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我方所說的延續毀人 是的確可以實現到的 今天我方提出的例子 例如很明顯在科研上面 都是能夠幫助人類 因此該答應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3分07秒沒有超時 好,接下來輪到粵方第二部便 始终和歌詞 睡 provoke 是什麼頻繁師 從不聽到? 聽得清楚 那現在可以開始 互相 但就是今天有方同學肯定個個都是斷捨尼的推崇者 事关有方同学断连结 写邏輯写任性也都来了正义 先讲断 有方同学在有方同学将元宇宙和他们所说的利处中间的连结全部断开了 有方说第一个利处是为人可以永生 但是问题是这个真的是关元宇宙事吗 有方同学说 这个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达到为人永生 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用到人工智能技术 为什么一定要在元宇宙 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分别在哪里 让有方同学后面的辩认出来来清楚 第二有方同学也断了推动科研和元宇宙之间的联系 有方同学说有了元宇宙就可以推动科研 但是元宇宙是不是必要呢 正如有方说的 其实都只是通过在建设当中使用矿真实景等等的方法 来令人更加熟悉一些科研的技术 同样在元宇宙里面运行的必要是什么呢 有方同学写逻辑 讲完表面的理数 讲一下你们深层的影响 有方说伟人永生可以推动研究问题 推动研究跟伟人有什么事呢 有方人工智能出现是帮你模仿伟人 不是帮你假扮他们的大脑 如果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假扮伟人来推动到他们生存的研究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人工智能来推动研究呢 为什么定于伟人那一步呢 既然他又没有做得到 那关于元宇宙有什么事呢 第二是推动科研发展 第二问题是现实世界里面 真的可以应用到的局限很多 例如有方说的做手术 在现实生活里面 可能你的生理素质我会手震 可能人体结构我原来按这个位置会出血 这些是否在元宇宙里面可以模仿得到 是否百分百没有差错呢 有方同学我们要明白 你们讲到这么重要的这些以上的范围 只要走差踏踏在任何一步 就可能会养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元宇宙里面好像有方那么盲目自信 相信自己在元宇宙已经熟悉了 就对自己不再变得大意 只要养成更大的禍开 第三是你定义 其实归根究底 刚刚讲了这么多问题 也是因为有方同学分略了他们自己的定义 他们最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元宇宙是建构在虚拟世界里面的社会 有方同学就只是见到虚拟 完全分略了社会 不信评判可以看回全场没有见过社会这种字 相反的分同学就是一直听到的虚拟技术 虚拟技术 问题是一切的技术都只是建基在技术层面上 其实并不是元宇宙本身带来的利处 有方同学,你们今天讨论的会不会在技术发展是人类之和呢? 简单而言 今天有方同学说的理处都和变题无关 变题 最后请有方同学在后场讨论 来回清楚理处、弊处、人工智能和元宇宙之间的分别 多谢分析 3分11秒没有超时 好,接着下来是双方台下互相发问的时间了 我们首先请甲方的台下向月方的台上发问一下 请你开麦,试一试意 你将会有一分钟时间问 月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和回答 请问听得听不清楚 小小集,对了,所以再试一次好点 对了 请问,请问听得听不清楚 好,现在OK了 好,那准备好,可以开始 叮 请问是有方同学,私隐私路问题是一直存在于世界上的 如果有方同学,因为这东西不认为 这个就是研究者的博取 是不是所谓有机会事律师 或者收拾资料的活动或者市民 应该禁止例如社交会设计 使用AR环境学习的活动 谢谢各位 好,一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相用开 reviews 影片 板 never 好,請岳方同學 試麥,試麥,請問聽得清楚 好,非常清楚,你有一分鐘時間可以開始 叮 各位大家好,來到台下環節,有點失望 為甚麼呢?因為有方同學到現在都好像搞不清楚甚麼是元宇宙 有方同學說是否所有東西有私隱私有風險 我們就不應該做,固然不是 看看有方同學拿甚麼類比互聯網、社交媒體 但等等,我照有方同學的標準去看 有方同學都會說利弊兩者比較 有一方同學不斷將 bize私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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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隙再和社交媒體 洩漏的一些私隱作對比 但有分同學需要知道兩者程度完全不同 今天講玩元宇宙你需要用VR AR技術 說的是需要去掃描整個大腦 甚至乎要像真掃掃你的指毛 有分同學你想不想像到 你的瞳孔 你的臉部 你的指毛 通通的所有個人資料 全部都是因為在你玩元宇宙的時候 就被人拿走了 有分同學 這種危險看來也意識不到 所以有分同學究竟憑什麼 好請結束 接著是月方台下發問 時邁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好可以的 好那你現在可以開始 叮 有方論點一說的是延續毀人的思想 我方一副就問有方 延續毀人的思想是否透過人工智慧模擬 有方二副就沒有達到 有方的論點二就說能夠做手術上太空 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是信息萬變 現實世界做手術 隨時爆一條血管 腫瘤穿了已經不同 在千軍一法之間 靠近往往是即時的反應和經驗 並不是準備的 有方說的太空更加好笑 因為有方忽略了元宇宙是虛擬的事實 上火星是上哪個火星呢 不是用家自己想法中的火星呢 歸根局舊底都是要親身上火星 才能夠掃描真實火星的影像 有方說的這些例子 就算是你 為何能夠避免重大危害 請停止發 好 一分鐘準備 叮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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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请甲方泰出辩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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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泰出辩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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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派大廟回答 請派大廟回答 好,清楚的 你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我很感恩來到台下第二條問題 終於有方同學回答我究竟人工智能的論點有什麼分別 但問題在於今天有方同學說用人工智能 但其實有方同學從頭到尾都只是說人工智能去令這位人繼續存在 好像現存那樣,你人工智能加一個機械人 其實都做到有方同學所說繼續去對答的問題 那究竟有方同學所說要他們生存出現在元宇宙 搞這麼大浪風之後還未說我們那些避雪 例如一些私隱問題 有方同學從來沒有解決過這些問題 更何況有方同學有什麼需要大廢周章 如果現存技術都做到的時候 要大廢周章搞一個元宇宙 是單是被有方同學所說要去保存文明 我分手就搞不明白了,謝謝各位 好,接下來是月方最後一條台下法文 請問 請問,請問清楚嗎 好,清楚的 你現在可以開始 波達張學院副院長王浩指出 元宇宙內用人工智慧裝置記錄的數據都可以被收集記錄 例如眼凍最終用家的眼光最焦點 除了得色、用家的興趣、喜歡的事物等等 更深的是未來的元宇宙裝置更多的記錄 用家的心跳、體溫等等 沒錯這些資料都是由元宇宙背後的公司擁有 這些科技巨頭過去都被爆出資料洩露的問題 有方一幅說不同的國家都制定了法律規管 難道現在沒有法律規定這些社交媒體不准爆用的私人嗎? 很明顯有 現在還有沒有用家私人被洩露的問題 答案都顯而易見 大家試想像一下元宇宙內就像一個裝滿攝錄機的世界 360度無死角 科技巨頭去買資料給保險公司分析我們的健康狀況推銷保險 上面有方當這個世界發展到有人可以掌控 掌握我們身體中 好 請停止發言 好 接下來是一分鐘隔方準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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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甲方派辩员回答 请你试咪 请你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 你现在可以开始 大家好 不难发现 其实今天有本学是赞成人工智能 赞成需要发展人工智能的好处 但有本学是反对 其实原语就是结合了人工智能 AR、VR等等的技术 它组成一个更加好的技术 去发展升华 对人类作出更加大贡献 但有本学是一边赞成人工智能发展 但反对结合原语度发展 有本学是反对这些技术变得更加好 人类作出更加大贡献 所以有本学是很矛盾的 因为有本学是反对 要拿出它的好处 但反对变得更加好 至少学是否再去到一个位置 好 接着下来是双方结面预备的时间 有一分钟的时间 有本学是时间 好,預備時間結束,現在我們首先有請月桑的結辯同學 你會有四分鐘時間,三分半鐘的時候,我會叮一下示意 請你試咪一兩句說話 試咪,試咪,請問聽什麼清楚 非常清楚,你現在可以開始 遊戲第二人新設計者有元宇宙之父之稱的Philip Rosander 在今年年初接受訪問的時候看到,很多人對元宇宙寄予口望 但我不認為元宇宙可以成功 歸根究底雷財富不均等等的社會問題始終沒辦法解決 當年元宇宙之父都說出這番說話 到底今天是我方假設抹黑,還是有方同學依然不肯正視現實呢 再問問大家好,首先先搞清楚 今天我方從來沒有贊成過要發展元宇宙 而有方同學台下說,元宇宙就是把AI和VR等技術去結合昇華 但問題是有方同學要知道AI單獨和兩者加上昇華是完全有差別 有方同學從來沒有解釋過的時候 我方又怎知道怎樣去支持你的元宇宙要發展呢 而今天要總結雙方便題可以問一條問題 就是到底人類嚮往的生活是住在一個虛無緹緣的數位世界 還是現實生活的真實世界呢 前者令人迷失自我,後者可以劃清界線 前者受電腦操控,後者可以保存自我意識 前者令社交越拉越遠,後者依然可以將人際關係建立於真城上面 所以兩相比較,誰真的要人類想要的世界高下立見 當然我不是說現實世界就是烏托邦 但今天要令社會進步,為何會發展元宇宙呢? 有方要知道的是元宇宙開創一個全新的虛擬世界 在將所有東西都虛擬化的時候 根本正在衝擊人類幾十萬年來所建立的文明和價值觀 或者元宇宙方向是好的 但市民陸安和海樂英甚至步槍誕生 他們當初都是為了醫學而出現 難道目標他們都不是好嗎? 所以今天的重點不是在於目標好不好 而是說實際發展元宇宙會令人類帶來什麼影響 從此可以引申有方全場三大缺陷 第一,不見眼前亦不見將來 有方同學一副就是說原來有些數據 一些條款去保障他的私隱 但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現存都有一些法規去保障一些個人的資料 但是有方怎樣解釋這些個人資料 依然會外洩甚至是META賣了他的資料呢? 相反我方從主編開始就已經強調 元宇宙的沉浸式體驗背後收集大量的敏感數據 就好像數位智能公司董事總經理謝君澤指出 這些資安風險是元宇宙不單止不會消失 更加會是繼續繼承 長期累積會令人圓形不露無所遁形 甚至將來會因虛擬與現實的混亂而出現認知危機 就好像加拿大麥科文大學的心理學家研究指出 虛擬世界可以根本上改變人類意識的本質 換句話說,人類會因為在虛擬世界貼樓沒事 所以就覺得現實世界貼樓都沒事 那麼獨本目導致有方同學又忽略重大禍害 即是以上兩點其實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回應過 因為有方同學心知這個禍害絕對無法解決 第二有方同學只見表象不見真相 今天有方同學開出兩大論點 第一,永生及聞名 究竟今天有方同學說的是人工智能的好處 還是什麼呢?也沒有解釋過 即使說科研發展 今天有方同學我們看到現存原來VRAR 其實戴一個VR眼鏡其實都做到有方同學所說的做手術 究竟有方同學所說的兩大好處關於元宇宙的什麼事? 甚至乎今天有方同學二副講到說是一個使用者的問題 但是按照有方同學緝 如果是一個工具論的話 有方同學講的好處的話 為什麼又一定是元宇宙所帶來的好處 有方同學是否輸打贏了呢? 相反成而我幫一副這麼說 元宇宙本質要創作虛擬分身 表面上雖然可以讓人有一個新生活 但實際上大家會沉溺在虛擬世間店 有方同學都承認的 而人始終是實體生命 所以最簡單是吃東西住屋 都是必須品 如果不理現實 就只要你無法承認前提多發 令人自今墮落 所以問有方同學 這個這麼重大的禍害 有什麼解決方法 有方同學從來沒有回答過 其次就是我們有方同學 此件事目不見森林 好像有方義父這樣說 元宇宙所謂開放自由 但根基建立開放者的一切掌握之中 當一個科技公司的權力 是可以掌控我們日常生活 這麼超延地步 有方同學又怎麼解決呢? 所以到了最後 如果有方同學不同意以上的危害 那究竟有方同學有什麼方法去解決危害呢? 而當發展完以受任何方法 合方便會避過重大危 但現在武林家勝得益 又何以叫做福呢? 請有方同學次教 多謝各位 4分08秒 接下來是甲方 最後一位發言同學 你也是有4分鐘時間 Burke 很幸 verso 關鍵 啐 少延離 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我方赞成人工智能,但反对发展元宇宙 这个就是友方今天全场的逻辑 友方是没有反对过我方所说的元宇宙可以帮到科研 但他们反对加上这些技术去发展元宇宙 他们就会认为有一些会对社会和个人有些影响 但我们先看回今天友方所说的标准 因为友方反对我方所说的行为利弊是一个福 但友方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这个标准不合理 但相反,如果他有漫无来说,套入友方的标准 友方同学就要我方论证文明 如何去达到文明和解决重大难题 我方就答到你方标准 我方第一和第二个论点都在解决友方所说的问题 我们先看回今天是双辩提制 友方同学现在所说的只不过是论证着个人 他们就会觉得个人是过度沉迷 但他们就没有论证到为什么带来社会是一个祸 所以今天友方原题根本不成立 我们先看个人的沉面 第一个问题就是友方同学会认为 宇宙会带来以假乱真 友方同学由主辩开始说到 但他们就完全到后场已经没有再跟进过 因为友方同学只是抛出一个心理专家 一句说话来跟他们说 我论证不了所以今天友方同学这个论点已经打不过去 友方同学今天最大的论点就是跟我们说文明倒退 但友方同学完全没有解释过 为什么美好就等于会沉迷 为什么沉迷就等于文明会倒退 友方同学只不过是存在着滑波谋 友方同学完全没有解释过 就好像我们现在游戏都会很美好的 但又等不等于我们全部人都会沉迷下去 又等不等于全部人都会崩能自白 可能全场都没有解释过 更加没有标准去支持 今天友方同学这个文明倒退根本不成立 再者我们先看 原来用元宇宙的人脑的技术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推动到文明 可以推动到不同的范畴的发展 可以让作家继续这样写书 可以令歌手下面更加继续这样演唱 为什么这个不是推动到文明 有方同学今天全场都没有解释过 我们再看回社会 我们最担心的只不过是安全问题 我们担心元宇宙的公司会犯罪 会盗取个人资料会引起私隐问题 但我们先看回现在变调说发展 发展代表它会更加续续温元线 我们也看到其实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都有 现在申请不同的法律去管制这个问题 因为后场已经无论证过 为什么现在有不同的法律问题 就解决不了元宇 就会导取私问题 再者我们现在用这个会议 会议程式 其实都会导取私隐的 为什么我们都会担心私隐问题 那是不是等于这个是一个禍呢 有方可能没有解释过 我们再来了 有方可能就担心黑客会犯罪 有方可能一开始主便就跟我们说 因为有感測器 被元宇宙大量记录 但是有方可能到后场 已经没有再跟进过黑客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黑客会犯罪 所以有方可能这个论点也说不过去 还有其实感測器有方可能说 会读取我们的子民 其实跟电话是一样的 有方可能我们所说的 我们正在用的苹果电话 他也是会读取我们的 同控也是要用同控解锁 所以有方可能这个论点也说不过去 有方可能我们第一个论点 说为什么要用毁人 但我们看到就像霍金这个强大的头脑 不是自己电脑可以做到的 有方可能就跟我们说 为什么不只是发展人工智能 其实有方可能都同意这个是一个利处 今天有方可能就说我们混淆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很矛盾的 我们看到圆宇宙就结合了不同的技术 才有我方今天所说论点 所以今天变题理应成立 是一个圆宇宙的幅 所以需要进入整体合作分和变缘 就是请你选出三位 最好的三位 然后就是三十二十十 好了 我看看 好 进入了的 我会下载那张分纸 接着就是gmail 或者email 给你们提供的户口 麻烦大家回回那个email 或者等一下checkbox告诉我 也可以 好 我看到三位的评判都已经进入了 好 那我现在会将分纸 email给大家 那节省时间 我都跟着这个评判名单的述序 我们都请几位评判给一些意见 香港同学生 我们首先就请香港中文大学 粤语辩论队前队议员 汤梓杰先生 麻烦你 大家好 大家应该听到我说话 好 我觉得这条辩题 其实是一条很阔的辩题 你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考虑 很多东西可以去讲 但听起来的观感就是 大家好像很窄 将元宇宙收到很窄 其实元宇宙的概念本身有很多东西 他说的不只是说医疗技术上面的方言 例如他说的是元宇宙 例如里面的社交的平台 里面在说消费 里面在说甚至有些人在买一些地 在里面做投资 NFT 其实元宇就是一个很阔 很广 很多元的概念 但是大家今天选择的方法 就将元宇宙收到很窄去讨论 我觉得这个就未必是对双方一个这么有利的讨论 尤其是正方 因为我觉得可以去发挥 一个我们现在对于元宇宙的未知 而你开拓多一点不同层面去说 其实元宇宙有些什么 而且将会可以做些什么 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可以有些什么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将那个战场收到这么窄的情况下 在大方向上未必对大家来说是非常之有利 但我如果深刻去讨论大家在比赛场上的讨论 其实我可以归纳到有几个最大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双方讨论了有一个定义的问题 就是元宇宙BS那些AR、VR那些技术 到底是不是同一样 到底讨论元宇宙是否应该包含这些讨论 还是应该要切割开他们去讨论呢 正方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是一个结合来的 就是AR、VR那些全部那些virtual的东西 都是结合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做 那这个就叫做元宇宙了 所以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去做的东西 其实都算是变成可能的 但反方就几次的攻击都尝试去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一个AR或者AI的好处 就不是属于元宇宙的好处 这个其实我想听多一点的 就是其实在你眼中 那有什么叫元宇宙呢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去讨论 那你说的那些私隱问题 其实都未必是元宇宙本身的问题 就是很可能只是大数据本身的问题 或者收集大数据上本身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那又未必是完全是整个元宇宙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仔细把所有东西切割开去讨论的话 那所以我就变成想听多些反方去演绎 在你口中说不关事 不关元宇宙事 只是关AI事 或者只是关VR事 那这个问题上 那怎么讨论你的币柱 是不是都一样呢 那我就变成想听你说这件事 但你又没有延伸下去说 所以我觉得定义上 正方我觉得是赢的 就是我在定义上 我觉得正方是说得通我的 就是如果你整个结合去讨论的话 你只是讨论元宇宙这个平台 那就没什么好讨论 就是如果你只是讨论这个平台本身 是对人类来说是有没有用的话 除非反方可以再说服我多些 就是为什么只是讨论这个平台的本身 但是你们在说一些问题所衍生的问题 都不是来自于这个平台 是来自于这个平台背后的一些技术 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个 会比较混乱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定义上 今天在这一场比赛 正方是说服到我 那就轮到讨论大家第二个问题 就是标准 正方的标准就是说值得 值不值得 我开了厅值不值得 我都觉得很幽默的 我都觉得很虚无缥缥 什么叫值不值得 就是我做这件事值不值得 到后面就可以说多些 其实就是简单的利币讨论 是不是有凌价性的利币讨论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凌价性高个币 那就是值得 我这样听到都ok都fine 但是反方就说了另一个标准 就是要说要逃避人类一个重大的危机 所以对于文明上面 我觉得挺有趣 我开了厅的时候 我觉得挺特别的 但你们就没有延伸 你们就没有说下去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是用这个标准 雙方都是 为什么是用这个标准 这个複事複事和 跟普通的变题不一样 就是不是利多于弊多于利 那如果是用複事和 为什么这个标准 又是回去讨论利币 又或者是要去说 是逃避人类重大危机呢 那这个就是我第一个会有的疑问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你们的眼中 在你们的角度 有些什么是複 有些什么是和呢 这个就是我第二件事想听的了 如果正方说利弊比较 就是单纯利多于弊 利多于利 那就讨论到 是什么是福什么是和 这个我又不难去理解的 但反而反方我就会想 你们要逃避人类重大危机 那在你们眼中有什么是福呢 就是互联网是否福呢 手机是否福呢 那如果也不是 那有些什么才算是 你们眼中是一个 帮助人类逃避重大危难呢 是不是真的要说要发明 飞上月球的那只太空船 载人的 那我们才叫做 先叫做 先叫做 叫做是福呢 就是 虽然 当个标准 去到那么高的时候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而同时 现在相反地 你们都好像没有怎么提到 在你们眼中 什么叫和 而你们很单纯说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和 那些人可能沉迷 可能太过沉迷 在里面 分不清 虚拟和现实 这些其实 读通式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 通式读 我都不知道 就是你们可能读通式 讲个人成长 可能讲互联网问题 网络问题都会有 是不是 都会分不清 什么时候是网络世界 什么时候是现实世界 那这个又是不是和呢 又或者 再换其他说法 例如 你们去讲一些私隐的问题 你们又未必说到 这些是一些 人类重大的危难 但是你们就要求 甲方去论证 元宇宙能够避过这些危难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 去告诉我 那你口中 元宇宙如何成为 一个人类文明最大的危难呢 是不是会令到 人类完全的文明没有了呢 没有了所有交流 没有了所有沟通 没有了所有 大家可以去建立案的东西呢 那 那我又觉得 反方理又未说得 很清楚 给我听 到在你的眼中 有什么叫福 什么叫和 所以引伸到下去 大家去讨论利弊的时候 都很 怎么说 一来我就 觉得很清瓶点水 二来就很窄 大家就没有去延伸很多 可以继续去说的问题 举个例子 例如我觉得这个 正方上面 相对地做得比较不足 去缘身去说多些 例如你们说医疗 去说一些 偉人的思想 透过那个大脑 那个数据 就可以延续下去了 所以你们对我来说 那些思想如何延续下去呢 除了主变之外呢 一二二基本上 没有怎么提过的 或者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例子 让我听到可以 如何延续下去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你们要集中说的 科研研究 只是说来说去 都只是说 这个 这个 医疗 但其实 正如我一开始这样说 其实 原来就包括 有很多一些 不同的范畴 例如说消费 例如现在的人 是可以戴着VR眼镜 可以试到这些衣服的 就是不需要真实 去到一间店里面去试衣服 你在元宇宙里面 就可以试到你想试的衣服 配上你想试到的首饰 等等之类的东西 这些其实对于 带动整个消费 带动整个经济的蜜落 又会不会好了呢 例如说一些生产线 例如这些情况下 又会不会容易了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 是有更加多的东西 可以去讨论 其实你可以说 现在很多一些发展商 都会在这个所谓的元宇宙里面 去做一些投资的项目 例如好像早 不知道早几个星期 好像看新闻 就是说什么新世界 好像新世界 郑志光他们 就不知道 投了 不知道用几千万 投了元宇宙 投了一块土地 就是这些 我觉得可以去说多些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商 很多一些很成熟的机构 其实都愿意将他们 如果这件事是和的 很简单直接的问题 如果这件事是和的 会令到那些人 完全是无利可逃 完全令到大家输了 那为什么那些人还愿意 扔那么多钱 例如英王才是什么 就是杨秀成 他们才做了很多 一些同类型的投资项目 在里面搞一些娱乐文化产业 甚至现在有人说 要有元宇宙里面的MIRROR 也会有很多这些 的元宇去讨论 而我觉得 政方可以很简单去利用这些例子 当然了 你未必说 我要每个例子都去到很深入 但是我觉得很简单 我讲这些例子 问回对方 为什么如果是和 他们都会这样做 一些很简单的攻击 都可以尝试去做 但是今天又不太看出 当然了 就不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攻击 就不是说 如果是和 为什么会做 当然你也要解释多些 他们做的原因是什么 里面会有什么商机 我觉得这个又值得 可以花多些时间去说 但相对地变了反方 反方就会觉得 反方就提了很多问题 就是说 会有私隐问题 会有拿你的子民 会拿你的瞳孔 我想想 其实好像身份证都是要这样 身份证都是要拿子民 都是要拿你的样子 都是要人面识别 那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是会有问题 就是如果是一个科技公司 去掌控着这些所谓的数据 和一个政府掌控着这些数据 当然是有分别的 但是你要告诉我 分别是什么 就不能只是说 别人拿了这些数据就行了 可能会泄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都会 之前八达通都泄漏 那八达通又不是我 我觉得都会有很多 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要继续去讨论 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元宇宙 就是你应该要利用 大家对元宇宙的未知 去做一些攻击 就是例如 一些很简单的 因为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 可以如常的运作 就是因为我们有 建基于我们的秩序 我们赋予了一个 我们赋予了一个政府 去制定某些法律 令社会可以按秩序去运行 但是元宇宙基本上是一个没有 暂时来看 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概念 没有秩序 没有一个 fast and hard rules 去说 到底去到这些情况 要怎么做 的一个社会 因为元宇宙本身就是要去中心化 就好像虚拟货币 要自由 要做什么都可以 那你才可以在里面有所谓的商机 有里面的creativity 你才可以做到一些创科的发展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这些很简单的问题 例如如果我用了这个商标 举个例子 我用了unicle unicle这个商标 我在元宇宙里面用了这个商标 那我在现实法律上面 会不会承受一些法律的风险呢 如果会 那我们是会承受 哪个国家的法律的风险呢 因为有个人 元宇宙里面是没有一个所谓 国界的边疆 就是没有一个boundary 所以说你是 你是什么国家 那司法管理权是哪个呢 就是如果他里面 产生了一些法律爭议 里面产生了一些法律问题 那是由谁去处理呢 乃至例如 你说一些所谓医疗技术 医疗技术都会有法律问题 是不是 很多例如医疗技术 如果有人命伤亡的 是不是 可能有一些月权的行为 是不是 可能用一些医疗技术底下 是有一些月权的问题 有一些道德法律风险的问题 那如果万一发生了 那怎样处理呢 正方的说法就是 现在的国家就是在制定法律去做监管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元宇宙本身就是不希望有法律监管 就是想大家自由奔放 但是你用一个法律概念 用现实社会的法律概念 用现实社会的法律规限 去放入元宇宙 那其实就只是在元宇宙里面 製造多一个现实世界出来 那 那就会变成了 没有了元宇宙本身的特色是什么 就等同于 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说的 所谓什么虚拟货币 比特币 那些 以太币那些 就是完全同一个概念 就是 所谓这些比特币就是 不想有人监管 就是不想有人规管 但是 现在那些人就不停想去批管去监管 但是 变成了 就是保障虚拟货币 本身的特色货币 变成好像大家都在买股票 买货币 那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将现实社会的法律 规限 放回元宇宙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 这个就会变成 跟你讲一个很大的自由限度 去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就会有一个矛盾 和一个局限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值得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觉得元宇宙要去讨论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 没有规限的虚拟世界社会 让我们去做这一件事 但是相反我觉得 反方除了去讲一些 法律上面 去讲一些 大家对元宇宙的一些未知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延伸的 例如 真是一些沟通 社会文明的交流 其实你所谓用VR去沟通 其实在元宇宙那边沟通 就是好像我们用Zoom 其实就是 用Zoom 只是再真实一点 只是你真的好像用第一人的视觉 去感受到某样东西 用VR那种实际 但是其实那个沟通 一定会有不同 大家好像用Zoom 用Zoom打辩论和实体打辩论 一不一样 其实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 可不可以用到元宇宙去打辩论呢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问题 如果大家用元宇宙去打辩论 那它和实体打辩论 又会不会有分别呢 是不是 那我觉得这些就会是 可以再延伸多些去讲社交 可以去延伸多些说 实体上的交流 其实会有些 会有些什么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一条辩题是阔的 大家又可以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再去讨论多些 但是我今天看不到 是这个我觉得有些少许可惜的地方 而我觉得大家可以用的是 如何可以利用一个这么阔的题目 和一个这么阔的概念 可以将不同的 aspect 浓缩 然后尽量呈现给评判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条辩题最巧妙 或者最要求大家 有一个这样的技巧的地方 所以到最后 可能一些技巧的问题 其实一些台下发问 或者可能你们主辩之后 会有一个所谓台上发问的画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台上发问的画面 是很关键的 而我觉得因为以前没有实体辩论的 就是以前没有网络辩论的时候 之前其实是一个公辩的环节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在早两三年前的时候 是一个公辩的环节 其实为什么要在主辩之后 有一个这样的环节 其实我相信其实是有它的目的的 不是纯粹大家 求其问一条问题 或者当台下里面发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那个不是这样做 而是想大家可不可以 捉到对方主线的核心 然后他给一户有一个承接的机会去做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条问题是很关键的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捉到对方主线的核心 然后说到对方主线 有什么实质的问题 然后给你一户去承接了一个攻击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这个环节 平时就是一户就直接就落了 就听对方的主线 拿对方的主线出来去拆 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个问题 其实是否就是方便你一户 将某个攻击的位置放在这个问题里面 看对方怎么回答 然后你的一户就可以概观 但是大家今天的做法就不是了 今天的做法就是例如 政方就会问 为什么你们的标准要这样定 就是会不会用这些很open-end的问题 甚至你会打了很多东西 会问对方这些open-end问题 怎样有 不是说真的那么有攻击 反方也如是 反方也直接拿了一个point出来去问 就是说一个私隱泄漏 去问自己这些私隱泄漏的问题去做 拿自己的例子去做一个攻击 那你就变成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去对别人的主线做一些的攻击 就是去问一些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错过了这个问题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一个 而变超运力也很好 就是一个tactics的评分 就是一个整体上面的主线的立论 或者你的策略是怎么做一个评分 而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策略怎么去做 所以大家去跟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不同的地方 就会有很多策略上面的思考 而我觉得大家可以之后往后去做 花多些功夫在往后的比赛 我可以再想一下这个环节 为什么可以再做好一点 令到你们双方的一副 它的脉络可以再轻松一点 而你怎么可以在这些位置下 可以拿到最高的分数 可以快一点令到那个比赛一局呢 我觉得这个就会是 你们怎么去善用 这一分钟问题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我简单总结就是 其实今天的变得很阔 大家应该可以去包含多些东西 可以去说 而其次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怎样善用那一分钟问题 就是主见之后那些问题的时间 令到那个比赛更加精彩 那我今天就要到这里 多谢大家 好 多谢Jason 那麻烦Jason 查一下你的分子 如果可以 你可以E-mail 或者在check box收下 谢谢 好 没问题 谢谢 那接着就到 好 谢雨昕先生 麻烦你 谢老师 大家好 那刚才那个评判呢 他很informative 因为我真的 完全不懂这条片题的 那我没有跟过 这些学生去预备这条片题 那我就 就 尽快讲完了 首先呢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正方一开始的开局 是做得不错的 反方他说避过危难 凌价性得益 其实 然后我就想 那正方可以怎么去证明 避过危难 还是他说这个准则不对 本身我猜正方的挑战方法 应该是说反方的准则有问题 但正方又不是这么做 正方的方法就更加大胆 直接说其实 就是能够避过危难 例如就是 上火星之前 我们能够去 尝试去模拟一下 如何去上火星 然后帮我们人类解决问题 然后又觉得 正方真的做得很好 可以完全 运用到反方的准则和框架 去拆解反方的内容 这个就是对比赛 初步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想快点说 重点就是 我觉得这场比赛 去到后面 我有很多想法 突然间出现了 就是在反方异负后段的时候 反方异负后段的时候 就着正方的定义 有一些质疑 就是说 元宇宙理应是一个社会 但是正方说很多 都是说元宇宙相关的技术 而两者应该是分割开的 那我就觉得 好像是 正方的而且 他这场比赛主要都是说 发展元宇宙过程里面 出现的技术 如何帮助到人类发展 而他所提及的两个好处 也好像是 不需要元宇宙这个平台出现 都能够发生 当然正方之后 他的台南法文也能解说到 但我也觉得 反方异负提出了这一点 是非常好的 而我就觉得 这场比赛的胜负关键 其实某程度上 是取决于大家 大家如何去 定立自己的讨论范围 我觉得正方如果要赢得 他只要说得出很多元宇宙 将元宇宙定义成一种技术 正方就很容易赢了 就是因为科技进步 其实不会有人觉得这些是和害 凡是反方说所有的私隐问题 正方永远都是 其实互联网也是这样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凡是收集资讯就是这样 那是不是不要这些科技呢 其实正方只要把元宇宙定义成为一种技术 其实反方很多问题都拆解了 而反方其实他既是说技术 又是说元宇宙是一个平台 因为他论点一说 私隐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将元宇宙定义为一种技术 他在后面说 会令到一些人享乐主义 不会回到现实 其实就是说元宇宙是一种社会 是一个平台 其实这场比赛分的就是取决于 如果反方能够说多一点 元宇宙是一种社会 而这个社会对于人类发展有什么不好 其实反方就会更加容易去赢 那那个说法可以怎么去说呢 我想元宇宙的理解就是有不同的公司 开设了不同的虚拟世界 有各自不同的平台 然后各自都是一个社会 在反方打的方法很简单 你就会跟他比较 究竟现实的世界是幸福一点 还是元宇宙世界是幸福一点 说法可以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要想一想人为什么会幸福 我现在说一些很哲学的事情 为什么人会幸福呢 其实可能某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苦难 所以我们更加会感受到幸福 的滋味 好像就是人经历过失去自由 所以他得到自由的时候才会珍惜 我们曾经经历过饥饿 所以有食物的时候我们得到负足 得到满足 如果在现实世界里面 我们会经历过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得到的 得到之后我们获得的满足感是更加大 相反是一个很虚拟 在元宇宙世界里面 我发觉在元宇宙世界里面 我破产 我没有办法 我所有东西都破坏了 我转到另一个平台 我如是者每一次都是这样不断转平台 或者我每一次都是透过娱乐 透过很低的成本 就可以很容易拿到一些满足 其实那种满足感是有限的 所以你就会和他比较 就是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面 虽然是困难 但是最终能够得到满足感是更加大 但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因为所有东西都来得太容易 所以你能够得到满足感 可能会搞小 那如果反方是能够将元宇宙 定义为一种终极的平台 就是大家都在那里生活 然后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元宇宙平台 只要我们不满意一个社会 我们可以转到另一个社会再生活 那么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 这个幸福感是有限的 那么我觉得如果反方可以 挖心一点下去 去到以赴见面 是开始讲这些哲学理念的话 可能一场比赛就会不同 原因就是你讲技术 你将元宇宙定义成为一种技术的话 是对你不利 因为始终一种科技的发展 凡是发展就是进步 就是进步就会更加容易得到幸福感 那么你很难去切割这件事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反方的建议 那么我分享是这么简洁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谢谢各位 好谢谢邪sir 好 然后最后我们有请 拔萃女小院中文辩论女 负责老师 庄sir 谢谢 谢谢 是 是 是 各位听得清不清楚 是 清楚 好 其实很感谢赛会 我也觉得这一条很迷人的题目来的 其实它是用一个科技的外皮 来包装一个很哲学的问题 讨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怎样呢 所以我也觉得 听之前或者跟我自己学校的同学去讨论 的时候 都觉得这条题目是挺有趣的 挺好玩的 或者说说双方的主线的确立方面 这个我觉得都会成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 我自己的票数一个胜负的关键 为什么呢 第一点我想提提 题目之中有些重要字眼 大家不能够不理 我想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觉就是 你看到元宇宙这个题目 这个字我不懂 我用多些时间去划心些 看多些会不会好些呢 讲多些可能性 讲多些不同的科技的资料性 多些会不会好些呢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来的 但是可能我们看清楚一条题目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另外两件事 可能会是这条题目的一个 理解这条题目的一个都挺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理解元宇宙之前 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发展和和善 这两个或者发展和福 这两个我觉得是可以用来做一个类比的 就是发展和福或者发展和和 其实我想是源于一件事 你是未很了解它本身的本质 然后因为大家都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从人性从一个推测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究竟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我用互联网 或者用现在一些濫药来说这个题目 可不可以做到类比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大家都掌握到的 它本质已经告诉大家 这件事是好或者不好 或者好或者是参半 我觉得可以类比的 例如是说一些基因改造的技术 一些我们可以选择人的基因来说 这件事究竟是好或者不好 是不是我们可以撇除一些遗传的疾病 我们可以选择人究竟聪不聪明 可以选择性别 我觉得这个类比可能会比较正确 这个第一个是发展和福和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就是人类 这个不是个人 不是说某一个专业 是说一个群体 是说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的一个 可能福祉或者坏的结果禍害 所以我觉得很同意上位评判所说的 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这件事其实在甲方的开辩的时候 其实很清楚定义的 他说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这是一个互动 就是一个社会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可能之后那两个论点 会和这点有点矛盾 OK 因为在说的 可能是伟人永生方面 其实岳方很清楚告诉你 这里我想都涉及到两个问题 或者我都直接少少说 第一件事 伟人这个概念 是否容易去定义 伟人 能不能带来福祉 这件事 其实已经值得讨论 那你作为 操作第一个论点 这件事 会不会有些冒险呢 这个我想我都会关注的 第二件事就是 哦 那这件事究竟 全存在一种互动 或者社会性在那里 那这个我想 都是会容易 被一个漏洞 对方去打的 所以操作第一个论点的时候 我觉得这方面 未必是一个这么理想的部署 那第二点说 科研发展也是 在一个虚拟的情况之下 好像可能他后来 可能说到的就是 咦 这个发展是可以 我们无疑试一次做的事情 是不是 有些危险的事情 好像我上一场 一些比赛 威高 让我们试试去高的地方 看我能不能 没那么害怕 是不是 我们做手术 可以没那么害怕 我们上太空 可以没那么害怕 是不是 明白了 所有你举的论点 其实都不是一个社会 不是一个可能 就是从而 你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 但是不是说 大家的互动 构成一个社会 所以我期望的就是 这条辩题 可以大家说到的就是 因为 为什么反方会说 一个叫做私隐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 要建立一个元宇宙 是需要成本的 是需要很多的开发成本 要发展 是不是 没有免费午餐的 那可能发展的时候 其实在倾向这个社会 是不是大家 去中心化 是不是 这件事就是 接下来 大家应该去讨论的问题 是不是 不是 裁判也是他 求证也是他 求证也是他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很无私地 给一个理想世界 大家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我想大家去关注的问题 好了 当这件事没有了 去到第二个层面 去想的时候 货币 种族 阶级 倾向 各样东西 会不会将人的欲望 放大了呢 这是我想第二层 大家需要讨论的东西 所以呢 反方其实 我想他的方向 没错 但可能在包装上面 或者在回应上 就可以 叫做 聪明一点 什么意思呢 第一 就是 身份认知 人类很迷茫的时候 其实整个 或者 无论是 主变 或者是 去到一副二副的时候 其实没有例子 好吗 那你问我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例子 可以现实发生了 其实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不要只是说 沉迷打机等等 其实你看一下 一些 就是 一些虚拟世界的 元宇宙所发生的 一些罪行 其实已经是一些好的例子 例如是一些 就是蝕取的罪行 一些虚拟货币的罪行 甚至其实都发生过 这个 元宇宙的一些性騷扰案 其实 这些其实就会是 人在一个 他认为 一个理想的空间里面 去看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他觉得 这件事我可以 随心所欲 但是这件事 会不会为现实的世界 带来一些心灵的创伤呢 是吧 这些我觉得值得 大家去继续延伸下去 你去说 私人问题 但私人问题在说的 不是单单就是 我眼睛的 什么 刚才说的 什么子民 不是那些 评判也说 身份证也有 其实可能在说的是 一些倾向 可能你的喜好 是不是 现在就算Facebook 他拿你的东西 也不只是拿你的样子 是不是 这件事是没有意思的 是不是 其实在说的是你的喜好 你的人的身份 你会说些什么 你以为没有人知道 你和另一个虚拟身份 说的东西 其实你在一个大家都看到的地方里面 去做这件事 是不是 那个私人没有了 那怎样去影响到自己现实世界的你呢 那这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继续推论下去的 好了 一路延伸下去的时候 就是有些这样的罪行的时候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 就是这样去放纵的时候 会慢慢变成一种惰恶性呢 那慢慢可以推论下去了 这个是可以说的 那么去到 我想说多一点 就是粤方 粤方去到中段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明显看到 他是追打这个甲方的两个论点 其中追打得最厉害的那个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卫人的方便 但是都留意 其实我想 追打你完成了一次之后 我们都听到了 就是我觉得合理的 就是追打得都清楚的 就是第一就是 他是不是一种元宇宙呢 在定义上自己自己自相矛盾 其实如果你说多一步 就是你自己定义是社会 你那个不是社会 你说得清楚一点 可能大家会听得清楚一点 所以呢 听完 你这样博完之后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再在后面 用很多时间 好像很重复 因为我自己回答的时候 我也想 真是 又说多一次 听到的了 又说多一次 听到的了 这方面在辩纪上 我觉得都可以 说多一点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要找例子 你自己有个底稿的时候 那别人的论点 就算怎么样也好 你自己都会有一个站着脚去说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你要讨论的 不只是元宇宙好不好的问题 是说一个社会里面 这样去发生 在元宇宙里面 货币啊 是不是 階級啊 取向啊 甚至是私隱 如何影响到现实生活 这些是你们的底稿来的 要做好功课 才可以避免刚才的情况发生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说的台下发文方面 这个我也印象到很深刻的 就是台下发文是要发文的 我知道同学去给的论点 其实是很好的很清楚的 但是其实台下发文一个最基本的目的 就是你要等别人一个两难的局面 能问到别人啊 是不是 就是问别人 喂 喂 现在元宇宙要很多开发成本的 是不是 那你现在又要讲去中心化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两者是不是矛盾了 就是你要给一个两难的局面 但是刚才的情况呢 就是我觉得很多同学 是在做可能第三副片 就是可能在讲一些问题的时候 讲到最后 其实这条问题都问得未必那么清楚的时候 这个都会影响到可能 就是我们评分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虑在这里 所以这个都要清楚一点 所以总结这场比赛 就是可能正方呢 我也同意之前评判所说的就是 你对于元宇宙的概念 是有点窄的 还有我自己看的 这个都很重要 就是前后有一个矛盾在这里 这个是需要去定立主线的时候去注意一下的 越方方向正确 但是可能在那个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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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策略 又或者是 本身的资料搜集方面 其实可以做得清楚一点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好 谢谢几位评判 是的 都很详细的评语 都相信是 双方都真的可以有改进的空间 大家继续努力 好 整场比赛的结果 就是都真的属于接近的 因为票数和街变 加上 基本上都是 评分春色 各有千叉画 结果是2比1 就是甲方获胜的 但是最佳辩论员是在 岳方二父 方崇尧同学 乐德 所以都是一场紧臭的比赛 恭喜 胜出的一方 亦都恭喜得奖的最佳辩论员 那当然继续努力 我们上交两轮比赛